對於大家就是現在好像在說 小廷田可能有一點點心理層面的狀況這樣子 你也是這樣覺得是不是 重要的不是你有或沒有 重要的是你要去對他解決他 所以希望他好啦 昔日的閨蜜情看來是真的回不去了 一人小廷田近日因被前夫指控虐狗 深夜開直播澄清 卻因提到謝忻過去把狗養死等言論 惹怒對方 而網紅陳怡也曝光與謝忻的對話 謝忻不滿幫忙顧狗還要被說把狗養死 更傲下重話表示 不想和對方再有任何交集 而事後小廷田也到陳怡的留言區 播出狗狗遺體照 並質問謝忻為何不說真話 雙方一來一往 戰火越演越烈 而對此謝忻也受訪回應 並透露當初跟小廷田有情決裂的真相 撇開這件事情 就在我的立場我必須說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會虐待狗的人 我唯一可以堅持資訊就只有這樣 他很愛狗 他對狗目非常地友善 那至於他昨天 寫了一些什麼東西的話 目前還沒有機會消化 所以我應該這一兩天會好好地把自己 統統整理一遍 然後再做說明 那除了就是狗狗的這個部分之外 就是也有很多人是想知道說 因為你們當初算是閨蜜嘛 那是因為那個 控漏事件才變得比較疏遠嗎 還是其實是有其他原因這樣子 其實不是耶 因為碰漏事件之後我們還是都有玩在一起 那我覺得人生在變的嘛 可能就是價值觀不一樣 所以遭有的 因為我也比較宅啦 然後所以漸漸就疏遠了 就是一個人生中的過程 對於大家就是現在好像在說小廷田可能 有一點點心理層面的狀況這樣子 你也是就是真的這樣覺得是不是 我會覺得像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很容易因為一點點情緒的波動 然後就導致可能工作做不好 或者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說多少少會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或沒有 重要的是你要去對他解決他 我自己也常常被我自己莫名其妙的情緒困擾 但是我的姐姐告訴我我就不然跑 所以希望他好啦 我老早之前就跟陳姨最很好的朋友了 你看他最近的發言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自己想想看 可信度有多少 對不起我這樣子講 我是覺得我 如果我這樣的話 那我現在跟陳姨這麼好 這樣我有事嗎 好